成立于香港,并已经经营数十在的中国领先电梯轿箱制造及装饰公司,高比拟在香港上市,以向港交所提交招股文件。 公司收益主要源自三个主要产品分布,包括电梯轿箱、装饰不锈钢,及其他建筑装饰材料。 于截至2019年、2020年及2021年3月31日至三个年度,公司录得收益分别约3.96亿港元、3.73亿港元及4亿港元,及此所得拟用于建立江门厂房、购置机器、设备及机械臂,以提高广州厂房的产能及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水平,提升苏州生产车间的产能及升级苏州生产车间置全方位生产设施、 资讯技术系统升级,以及营运资金及一般企业用途。 公司主要市场为中国内地及香港,与网记记录期,亦向澳门、菲律宾、泰国及韩国等其他地区供应产品。 毛利率方面,电梯轿箱分布的毛利率大体上保持稳定,分别约为25.3%,23.2%以及20.8%,装饰不锈钢分布大致保持稳定。 分别约为42.2%,41.3%及44.2%。 截至2021年3月31日指年度的毛利率增加主要由于收益较大部分产生自香港客户, 而自香港客户录得的毛利率对比中国及海外客户相对更高。 根据Ipsos报告,于2019年按收益计算,公司市场占有率约为1.4%, 及于中国电梯轿箱制造集装饰行业于1000名市场参与者中排名第四。 目前公司整体业务运作、销售及营销以及财务管理职能在香港总部进行。 生产设施主要位于广州厂房,公司已于2018年成立高比昆山及设立苏州生产车间, 作为配套生产设施,迎合华东的需求。 现时公司正准备建立第三个生产设施江门厂房,已经收购一幅土地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